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Ornament 今天呢 我們呢 沒有要做一些 太多餘的製作 以及就是我們的 呃 工具生產的方面 今天我們的目標非常的簡單 各位看見我們這邊旁邊的兩 不是兩隻 旁邊這一隻雙頭 突印了沒有 沒有錯我們今天就是要去外面做探索 這張地圖非常的大 你會看到這張地圖真的還蠻大的 跟方舟生存進化的地圖是有得比的 然後呢他這個地圖呢 分佈的地區 好像有分上中下吧 我們現在是屬於中間下面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一個中間小紅墊 那是我們 那我們今天呢想要 我今天老頭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想要在這周圍好好做個探索 就是說探索一下這周遭的那個 名樣生物 因為畢竟老頭玩這款遊戲這麼久了 還沒有親眼看見這款遊戲的龍 跟這款遊戲的神獸 我跟你講這款遊戲有神獸 而且聽說神獸高達 有10隻這麼多吧 而且好像多半都是可以馴服的 這張地圖 應該不是說這張地圖 應該說這款遊戲呢 各種神話神物都會在這裡面 就讓我們去好好的見識一下好了 因為畢竟 之前玩 第1次玩這款遊戲的時候 我們出到第幾集 第10集 第11 忘記了 全部都是在一個小小框框裡面在玩遊戲 我現在好屌 站在後面 好 這次呢 我們就利用這一隻 鳥兒 不是鳥兒 凸嬰兒 去外面好好的探索一番 看看黑暗與光明的世界到底長什麼樣子 然後順便給你們看一下我們的樹精呢 現在還百分之10%了 復活時間真的還是非常的糗 好不好 我相信呢 我去逛完一圈回來 他可能就長大了 我們就可以看我們的樹精了 好吧 今天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好 去探索 去前進 去看一下這個位置的大陸 然後呢 這個遊戲的速度 移動速度好像是沒有辦法點的 所以說呢 很遺憾的 我們就只能這樣子慢慢飛 好慢慢飛 飛到就是 你知道嗎 當作Discovery 觀察世界 然後看一往下被看到一大堆有的沒的 哇塞這什麼東西 我記得我有望遠鏡嗎 我可以在上面使用望遠鏡嗎 答案是不行的 好我們過去看一下 這是什麼東西 他好大青蛙 這可不可以抓啊 其實說真的我們也可以邊 邊玩邊抓你知道嗎 嗚呼 會攻擊啊大哥 好了 方舟一 方舟的老 老方法 高低差 高低差抓法 可是我是被噴到了 我真的被噴到了 OMG 馬上中毒 哇 他的舌頭可以這麼長喔 不簡單 也對啦 我們出生點附近這個叫什麼殘除 殘除領地喔 這個殘除領地 其實 會有殘除也是正常現象啦 哇這樣子怎麼抓 想要抓一隻殘除回家 算了 我們去看一下前面這什麼 哇塞 這是我們之前第一集遇到的那一隻 對不對 對不對沒有錯嘛 找著行者吧 唉唷唉唷唉唷 唉唷唉唷 兇兇兇兇 他不要完全掉下去了 他不會摔死啊 而且我沒有仔細看他可不可以抓啊 這這叫我可不可以抓啊 看一下 不可馴服 他就沒有意義了 看牙牙那多少滴 90滴 我忘了撐得住喔 不行 我覺得我會死 我覺得我會死 我們凸一很脆弱的啊 三隻唯一隻 這實在太過分了啊 這邊有個神秘祭壇 好想過去看一下喔 會不會被攻擊啊 有啊被攻擊了 完蛋了 Noooo 幹嘛啊 這樣子你們也行喔 唉唷我被吃掉了 Holy crap 唉唷我 救我啊 我被吃到肚子裡面了 我幹怎麼辦 Oh my god Oh my god 哈哈哈哈 這實在太危險了吧 完了 才剛弄了一隻 是不是這樣就要準備死啊 殘土在哪裡 我覺得我幫我推放這裡好了 不管了 硬北要下去跟他拼搏 來啊 來啊 欸怎麼不見了 來啊 哇看他們在互尻啊 算了 那就沒有我的局 我想要去看一下 前面這個祭壇到底是幹嘛的 我那一隻凸應該是不會死 你知道嗎 在幹嘛 Oh my gosh 風中殘除 風中殘除 不要吃我就可以了 不要吃我都行 我還撐得住 靠北啊 丟點肉 靠北要肉 走開 魔能碎片 我覺得我應該要拿個石斧才行 對 拿一個這個 這可以採集吧 可以 拿這個好了 這是幹嘛的 這是幹嘛的 獨孤 家族 30分鐘 看不懂 好吧 不知道這是幹嘛的 不管了 喂 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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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看前面那個 怎麼會有一個很大的那個頭顱啊 我跟你講去那邊看一下 那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好好奇喔 我感覺我們距離好像有點遠的樣子 我來看一下 不知道在說這是什麼島 看不太懂 沒關係 我們去前面看看 就慢慢的飛 我們就只能慢慢的飛 哇塞這邊 一堆風中殘除 跳來跳去 我們全部把他引到星人下面看會怎樣 好不好 我們來幹壞事 跟沼澤行者一大堆 哇塞一堆殘除一堆殘除 來啊 尻我啊 他好像沒有要尻我的意思 他們全部都在打那個沼澤行者 嗚溜溜溜溜溜溜 算了不要理他們 有東西在動喔 啊 多眼怪 他還好嗎 是不是你看 監察者 媽的 監察者是吧 我終於有漏了 我終於有漏了 多給我一點 這個一堆監察者啊 好爽啊 來沒有體力休息一下 喔那邊監察者那是巡弱 大角鹿 這是大角鹿 我這隻可不可以抓他們啊 把他們雕起來啊 看一下 不行啊 不能把他們雕起來啊 我記得好像這款遊戲 有一隻飛行生物是可以把 生物雕起來的 那什麼東西啊 為什麼 一道強烈的光芒在前面閃爍 他我好想過去看一下那是什麼 真的有點想看 可是我們又想要去看前面那個大的頭顱 二選一 我決定要去前面那個光看一下了 看一下 前面那個光 感覺還挺遠的 我決定了 看前面那道光 這是什麼東西啊 我會不會一進去就 一去不復返啊 一去不復返 我覺得以防萬一呢 這邊存一下檔 最起碼我還可以活著 海神波塞盾 是不是 這到底是什麼鬼啊 他現在踏了這隻又是什麼東西 然後呢 力量 力量與生靈之神 赫爾神殿 我現在來到了這赫爾神殿 難得來這地方 按住一啟動 啟動什麼小 關閉 關閉阿斯就不會發光了 他還是在發光 按住 啟動 打開 裡面是空的 然後旁邊這邊有一位女的 嘿 你賣什麼呢 哇塞 100個金幣可以買這個召喚石 束妖首領 哇 哇 碎片 合成神獸召喚石必備材料 我還不給你買爆喔 強化 強化鐵木 這也是材料啦 哇 炎魔首領 哇 眼魔首領 回到赫爾神殿就是這邊嘛 粗糙的暈眩 眩暈彈 只有這種炮彈才可以急暈神獸 需要在放大 魔能大炮中進行發射 麻煩 傳送術使用後可以傳送到地圖上任意一個以放置傳送需要的位置 我覺得到時候呢 應該要用多一點錢錢來買一下他的身上的東西 召喚石卡莎首領紅色閃電 閃電 哇 那這什麼東西 投資排名 捐獻 捐獻 這個穿著蠻sassy的 唉唷 可以可以可以 我在小時候要把這邊的東西全部買一買算了 算了 今天我們首要目標是探索 這些東西都可以之後在 在那個 再來說 這個位置其實蠻明顯的 到時候再說 反正我們好像也有賀神殿的傳送門 可以直接傳過來沒有問題 就讓他在這邊慢慢的裝逼 OK 超亮 然後你看前面又有村莊 完蛋了我在這邊應該什麼都看不完 每一樣東西我都好好奇 哇你看這個 哇你看那個 哇你看這個 哇這個世界 哇愛的世界 那種愛的世界這樣子也有村莊 難得我們到了村莊 這些村民應該不會揍我吧 我是很peace的人 是不是我這麼的peace 哇 靈魂結點 光明之魂 充滿能量的魂珠 內涵傳送法陣 可以啟動世界中各種靈魂結點 他需要什麼 三種元素核心喔 三種元素核心喔 哇我這邊只有 我這邊的核心 完了 這有點類似像是定點傳送是不是啊 可以開啟定點傳送感覺蠻讚的 我想說我這三個核心點要不要稍微錄一下 然後把他這邊記一下點 你看這邊有個 聯軍先前隊 好這邊應該跟他們做交易吧 這邊有商人可以拿來做交易 不是你看你賣什麼 羊蹄人營地 這什麼 這個我有了 賣東西還普普通通 還可以喝水 讓我喝喝 我要喝的樣子 期待 親戒 村莊 沒什麼 好了 我最重目標我要去骷顱頭不管 這時候再說 林北要去骷顱頭啦 來啦 骷顱頭在哪裡 看見了在前面那個地方 我來了 終於來到大骷顱頭的面前 來看看來看看 look there 哇塞 這裡面到底有什麼 會不會有那個 熔岩巨魔 感覺這裡面就一大堆那種岩石怪之類的有沒有 會不會 你看還有死掉的骷顱頭在地上 死掉的人類變骷顱頭在地上 點火 這邊是不是需要亮光束了 有亮了 有亮了 那康莊大道嗎 往這邊往這邊爬 會不會這邊又是某一個部落某個村落這樣子啊 有沒有這可能 然後裡面又商人 跟惡魔做交易 啊跟惡魔做交易 我現在目前看上面什麼都沒有就是了 空空如也 然後這邊呢 你感覺這地方還蠻適合那個 蓋個房子起個家有沒有 有沒有感覺 挺適合的 哇 這個提這個地方超適合的好不好 我在猶豫說說這邊蓋一個算了 而且我記得好像什麼行軍帳篷 喔 怎麼 你可以用這張床睡覺回復神智而傳送 可是這樣一來傳送東西應該就會不見了 我覺得應該會不見 算了蓋一下好了 行軍帳篷 這裡不允許放置建築物 我操你了 這個限制應該可以從後台改吧 看 那我放一下會死喔 算了 不可以了 之後我想辦法改數據 直接往下飛了 好像隱隱約約見到什麼 這個又是什麼 什麼家族祭壇之類的 什麼 家族 夢語者 打開 不知道放什麼東西又是 不管了 我要上去了 不管了這邊 這地方超爛的 然後在前面 前面怎麼會有那個東西 那個是 哇我們已經快到了 他這張圖是 到了這個區 他寫虛空 我這地方好像是廢墟啊 這好像不是什麼所謂的城鎮的感覺啊 而且我剛好看上面有生物在移動 我們上來看一下好了 原來是熊群 不知道在咬誰 那應該是狼人的樣子啊 他們動作好一致喔 我就靜靜看著你們撞逼 喔來了來了來了 NONE NOOOOO 他們有夠蠢的 帥不死嗎 我很好奇 這三隻熊有夠笨的啊 我能說什麼呢 笨到有剩 欸這什麼 哪裡鬼 這是什麼東西啊 欸不要卡住我啊 能量地賣以枯竭 這個好像需要什麼能量之類的吧 算了之後再說 不懂我狼人 狼人 狼人 那移動速度好可怕喔 怎麼可以這麼的迅速啊 哇那邊狼人 哇狼人放buff 希望可以對我造成傷害 可以 欸 那這個勒 哇 礦麥 什麼鬼啊 可是我要必須把這些狼人趕 趕走啊 他來他來他來了 呼呼呼呼呼 呼呼 來啊 來啊 Noooo 呵呵呵 呵呵呵 幹笑死 幹這也太好笑了吧 這就是還有一隻 20級的狼人 來啊來啊來啊 我不想跟你打 就滾下去就好了 超好用的 笨的跟什麼一樣 好了應該是沒有其他 生物在這附近了吧 敲看看 這到底幹嘛 感覺我這個 敲不掉喔 好像要什麼特殊的之類的 有沒有可能 沒消耗 這要怎麼這個這個要怎麼破壞啊 難不成 法杖嗎 沒有 我剛剛沒有換換換換換到 那裡啊 這邊 換一下 敲 敲 沒東西 小 法杖 吸 吸呀 沒有 天地萬物 聽我命令 我不給我 好 完全沒有動靜 完全沒動靜啊 這不知道怎麼用誒說實在說實在的不知道怎麼用誒 這邊可以放行軍帳篷嗎可以嗎 太靠近敵人地基大門了所以說這是敵人陣營 我怎麼感覺不出來這是敵人陣營啊 完全看不出來 又是一個荒廢的一個地區 好哦 好吧算了 就這邊就大概長這個樣子也沒什麼東西一大堆狼人而已 之後接下來應該沒意外也是會繼續探索啦 還有好多地方要看你看像是我們現在所看到前面 那又是什麼東西 我們在 魔戒吧有可能是魔戒說不定 可能就會在那邊看到哈比人說不定 隨便亂講的 好了我覺得今天探索差不多到這裡結束哦 那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感覺還不錯就是看到各種新奇的東西 那麼老頭這個一路走過來看到很多東西哦 老頭還不是很懂啊 如果你們有玩的人 可以給老頭一些建議或者是可以讓老頭的旅行更方便 都可以在這個影片下方留言告訴老頭讓老頭知道好不好 這樣一來呢老頭拍片順利出片速度也會變比較快 不用遇到那麼多 啊 雜七雜八的問題好不好 好吧 那麼記得先到這啦 感謝各位記得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左下角個訂閱 右下角個喜歡歡迎小小朋友留言 我是老頭啊對了 記得去NONOLIVE玩個追隨 感謝各位訂閱收看 我是老頭我們下一次 光 黑暗與光明再見面了 拜拜 拜拜